對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中國的立法和執法機構仍然是三間七口 不過在美國國會內可以舉辦研討會 讓議員們聽取證據和證詞 日前 在這樣一場研討會上 國際組織代表和曾在中國大陸 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就提供了最新的調查報告 證據及大量證詞 下面就帶您來了解 這些在中國大陸還聽不到的消息 日前 在美國國會內舉辦的中國人權災難 及迫害者承擔罪責研討會上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代表 披露了有關中共大量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 最新調查報告及證據內容 其中 他們針對中國大陸2000年到2012年間 200多家醫院發表的300多篇器官移植論文 進行了詳細分析 發現其中供涉及8710例器官供體 而且大多數都是很健康的年輕人 以前有很多分析說 死刑犯根本不可能撐起如此巨大規模的 這個器官移植手術市場 而且從紅石智慧等材料來看 就說中國大陸的捐贈的那些人也是很少 一共也就兩三百人 而且多數還是那些農民 是為了想得到一些經濟上的補助 所以說只有只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大批量的這個法輪功學員被抓起來以後呢 就被他們就是謀殺掉以後就作為供體 追查國際從這些論文中發現很多證據 比如關於熱缺血時間問題 他們大多數的這個熱缺血的時間呢 就是很短 就是零分鐘到十四五分鐘 平均都是在十分鐘以下 所謂熱缺血是指供體供血停止 到冷灌注開始的這段時間 李祥春醫師指出這個時間很短 就說明供體死亡的時間早就預先知道 而且供體死亡和切取器官是在同一地點 出席研討會的大連反輪功學員王春英曾是一名護士長 因拒絕放棄修煉兩次被關押在馬三家勞教所 他說預警在酷刑迫害他的同時還強迫他驗血 差點使他成為被活摘器官的對象 警察把我們這二十幾個人都帶到了那個馬三家那個衛生所 說要出去做化驗 我當時問的化驗什麼 他說要化驗傳染病 我說什麼傳染病 他說這個就不用你管 只要你抽血就抽血 當時王春英已經知道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因此他拒絕抽血化驗 但在場的九名警察卻把他強行按壓在床上強迫抽血 來自吉林省的法輪功學員馬春梅曾兩次被非法勞教 關押在黑嘴子勞教所 他曾遭受了吊死人床 電機等酷刑折磨 也曾被強迫進行所謂體檢 進去就是扒眼睛 檢查頭 胸腹 咽尿 然後呢 讓我上五樓做抽骨髓 就是穿刺抽骨髓化驗 讓我牵制自己後果之腹 然後我說我沒有病 我就在我強烈抗議之下 他們就是沒抽層 針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 追查國際今年5月19號發表最新調查報告 結論是 在全國範圍內用活摘器官做移植的方式 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群體滅絕性大屠殺 是江澤民發起中共主導的國家犯罪 是群體滅絕罪 反人類罪 目前 美國國會議員也非常關注這一情況 今年4月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討論通過了譴責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33號決議案 目前正等待眾議院全體投票表決 法輪功學員們也呼籲盡快承辦迫害人羞